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爹 为何要打我啊 赵伯母 这是我送给秦公 我知道 郡主有心了 他正在换衣服 马上就到 郡主 觉得我们愤儿如何呀 秦芬公子秦学尚进 自恃不凡 来 林山郡主 好久不见 秦芬公最好 既然郡主要找的人来了 我们就不多做打扰了 你们二位慢慢聊 胭脂 准备设宴 是 夫人 二位误会了 我此次来 是来找秦晨的 秦 秦晨 找他干嘛 他已经被我们赶出秦家了 什么 他被赶出秦家了 郡主是来问罪的嘛 你放心 秦晨忤逆良语大事一事 我们已做了严惩 将秦晨母子逐出了秦府 也是我们秦家和他们划听界限 还望郡主 在良语大事面前解释清楚啊 对呀 如果郡主还觉得不够 我们就将秦晨绑回来 送与良语大事处置 不可 灵珊此次前来 是奉师父之命 给秦晨送礼物的 既然秦晨不在 灵珊告辞了 郡主留步 这晚宴都已经准备好了 郡主不妨吃了再走吧 是啊 郡主 您要是这么走了 我们和良语大师之间的嫌隙 岂不更加深了吗 还请郡主在良语大师面前 多多美言集聚 我们秦家和良语大师一心交好 怎么能因为这么点小事 而影响我们的关系呢 秦伯父 赵伯母 秦晨并未得罪师父 至于师父为何与秦家交恶 这 灵珊已不知其中详情 不敢妄加揣测 告辞了 郡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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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爹 为何要打我啊 打你 郡主刚才说的什么意思啊 孩儿怎么知道 不知道 你一天到晚 脑子里在想的什么东西啊 怎么当罪良语大师的 孩儿冤枉啊 孩儿从来没有得罪过良语大师啊 秦晨 秦晨 一定是那个小子在从中作梗 你还给我脚 娘 娘 娘 你凶什么凶 你要再敢打分儿 我跟你没完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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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你 要不是我大哥岭南亡 你坐得上侯爷这个位置吗 怎么 现在翅膀硬了 连我都要打了 你这个只会窝里横我 你有本事打死我们娘俩呀 我是瞎了眼了 才会看上你这个窝囊废 秦晨 你给我站住